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的一部电影《上学路上》 这个女孩叫小燕 她只有13岁 她只想念书 可是找到老师报名 老师跟小燕讲学杂把费家了 小燕拉着老师说 家人贤贵会不让她上学 老师也只能解释贤贵可以让她家人找老师 然后一笔一笔算给小燕家人 想念书必须得自己赚钱 她准备帮人去城里打工摘枸杞 可没有想到车费要十块 她垂头丧气 回到家里 偷了家里的鸡蛋到城里去卖 结果被人不小心一脚踩烂 只好拼命追上去讨要 好说胆说才让对方赔了两块 回答家里却被家里人强托着去嫁人 两个小孩见面后都不愿意 一个不想娶 一个不想嫁 呸 不要脸 她的相亲对象看出来她想赚钱 就把手上八毛的圆珠笔 卖给她一块七 还骗她说导手就能卖两块 她想卖给老师 于是兴高采烈地去找老师 结果笔掉在路上了 只好又回去找 一直找到天黑 才听别人说笔是被同学小花捡了 小花下学期也念不了书了 因为家里也打算让她嫁人了 本来想把这笔留个纪念 甚至还用毛线做了个笔套 要回笔的小燕兴高采烈找到老师 说自己在赚钱交学费 想卖两块 老师直接掏了五块 说这笔值这个价 其实老师也不想涨学杂费 不过确实没钱垫了 甚至为了节约粉笔 直接在地上写字交学生 情况很具体 拿到钱的小燕高兴坏了 回头就在小卖部 看见那笔的标价才八毛 她明白自己上当了 十分生气 就去找那个小子理论 那小子正在市场上卖羊糕 没想到又忽悠一通 让小燕买下了她羊 一只羊值五十 她却要价八十 让女孩先付五块钱 定金养大一点卖了 再把钱给她 这样女孩就可以赚差价 小燕抱着小羊 高高兴兴回了家 想想该怎么样呢 她想到一个办法 让自己的两个弟弟 去帮自己割草 不过弟弟也不是傻子 于是她又拿出来一块钱 从小卖部买来了一盒糖 然后把糖分给两个弟弟 使唤他们去割草 小燕拿出一颗糖 趁没人看见 狠狠地舔了几口 然后又放回瓶子里 盖好 这东西太珍贵 两个弟弟每天张个嘴要 后来确实不够了 只好用包霸糖豆披成两半 最后糖没了 不过羊也长大了些 她迫不及待地 拿到市场上去卖 找了好多地方 最后算下来 总共只赚了五块 她气冲冲地找到男孩 还给了她剩下的钱 看女孩失落的样子 这个生意经 也有点过意不去 主动又找到她 得知她车费只差一块二 就说自己可以借给她 小燕直接回答说 自己不借骗子的钱 男孩儿又想了个办法 说他们可以一起去当前客 只要出城一笔生意 就可以赚两块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两人马上回到市场 男孩用刚刚学来的 谈价本事帮人撮合价格 没想到把卖家气得不行 抱着羊就往外走 两个小孩都追了上去 小燕说 叔叔求你卖了吧 卖了我可以得两块钱 赶车去帮人摘枸杞 摘一斤可以赚两毛 占一百二十四斤 就可以凑够下学期的学费 我就不用嫁人了 她的话打动了大叔 终于她凑够了车费 跟着大家上了路 到了开学这天 小燕还没回来 老师和妈妈都有点着急 其实她已经回到了村里 只是没有去学校 而是直奔小卖部 买了一只一块五的高级圆珠笔 她想送给小花 小花已经穿上了嫁衣 坐上了接亲的拖拉机 她拼命追赶 终于来到小花身边 把笔放进了那个毛线顶带子 盖头下的小花 留着眼泪忘别故乡 走向了下一步的人生 小燕跑回学校 来到妈妈和老师面前 掏出那二十四块八 她终于挣到了 求知的愿望 让她取得了成功 最后看完影片个人的感悟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时代裹挟 但其实黄沙里 也能开出理想的话 只要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每个人都能成功 好了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